曹操下了决心了,要在关渡与袁绍是决意死战,他留下巡域看守许多,自己亲自统精兵七万,带着所有的文臣武将直奔关渡进发。 曹操已经打定了主意了,是绝不能让袁绍一兵一卒闯过关渡,因为关渡这个地方太重要了,它好比是许多的银红,如果关渡一丢,许多就难倒了,所以无论如何,必须把袁绍给堵在这个地方。 曹丞相带着他的人马是日夜兼程,此时呢,袁绍已经得到消息了,说曹操亲自统兵,来关渡和他决战,袁绍啊,乐了,哇,正合老夫之心意,我到底看看你曹阿满有多大的本领。 此次曹操带多少人马来啊,带了七万人,呵呵呵,老夫多其十倍,我七十万,就是孤大堆啊,也把你曹操打得是麻养人番的。 你再本事大也不行,差着十几倍,所以袁绍仰面大笑,旁边的谋士军兽一看,这可不好。 长言说,旁边的谋士军兽一看,这兵就来自于将傲啊,他一想,我得劝说劝说,哈哈,民工,您可不能如此大意啊。 嗯,居先生,你这话是何意? 说着袁绍看了居兽一眼,心里头就老大的不痛快。 亲说你干嘛? 又打我的破头心,又跑这儿来泼冷水来了。 说散话呀,田丰在狱里头给我上了一封书,我差点没把他杀了,你不知道吗? 局兽全知道,可是这话不能不说。 民工,曹操现在亲自捅人马来关渡要与我军决战。 袁绍一听不错,正是我生擒阿蛮之时。 他给我送到嘴边来了,我还不把他吃咯。 民工,您不可大意。 我军随重,但是勇猛不及曹兵。 您看咱人马挺多呀,要讲究勇猛比人家曹操的人马差不少。 曹操的人马虽然精炼,但是他粮草不如我们多。 曹操没有粮草呢,他必然就想着急于和我们交战。 我们有粮啊,应该还手为上。 如果能旷以日月,则曹军不战,自败。 那就是说,咱们在这守着跟他不打,或者说打个持久战,跟他耗时间。 曹操不等跟咱们交战,他自己就败退下去了。 拘兽这个技很厉害,这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可袁绕听完了他这几句话呀,火了,啪吧,转,怎么一拍,脸望下一沉。 拘兽先生,田丰怎么样慢我军心,你不是不知道吧? 啊?我等着战胜曹操之后,回去将田丰斩首。 我奇怪的是,你拘兽先生也竟然能说出与田丰一个样的话语了,不用问了,你们准时串通一气了。 来人哪,将拘兽与我拿下,锁约军中,待我破槽之后,回到一城,与田丰一气治罪。 拘兽还想分辨两句,不行了,捆挡手过来就把他给捆上了。 随后袁绕吩咐一声,等着曹操把人马扎住之后,再报于我知,袁绕要亮个派头,等你曹操人马来了,我让你先扎营寨,休息几天,养足了精神,咱俩在党,我让你主要是看一看袁绕的阵势如何。 他要摆个架子,给曹操看看,曹操的人马已经到了,人马刚到,探报就报与曹丞相,说是袁绕扎营百里,人马七十万便查荆棋,遮贴笔,哪儿哪儿都是袁绕的兵,简直成了彻底连天了。 曹操营的军校都有点紧张啊,曹操相的心情和大伙一样,不过他是全军之首,你从外表上是半点也看不出来。 还是那么谈笑自若,他先领着这些谋士,看了一看袁绕的大营,然后曹操回到中军帐,把众谋士请来商量。 除去曹操留下巡邮,看许多,剩下巡邮,城邮,郭家,留业,蛮虫,旅钱,毛街,都来了。 这次可不像上次那沈石堕士的会了,那是研究形势,分析整个的全国情况。 今儿个,这叫战前动员,怎么个打法? 如果要是打起来的话,这第一仗要是打败了,错了军威,后果不堪设想啊,要是打上了,可不太容易啊。 袁绕的人拿七十万,整是自己的十倍啊,这是儿戏的事儿吗? 他坐下来这么一研究啊,寻忧,笑了。 呵呵,丞相,我看袁绕人马虽多,但不足距,没有什么可怕的。 我军所有的军校都精锐无比是以一当时啊。 但有一样啊,咱们必须要火速与袁绕开战,不能够担悟日期。 日期拖长了的话,我们粮草阶级困难,那时候可就危险。 现在所怕的就是袁绕啊,和咱们展开旷语日月,浑手之战。 就是他要跟咱们打持久战,那咱们就要吃亏。 你看,这寻忧厉厉害不厉害? 他所想的,所见的和居寿一样。 可居寿的话呢,袁绕就听不进去。 人家寻忧这几句话就提醒了曹丞相。 丞相一听,哎呀,公达,你这话说得太对了。 他立刻传令,点炮,出营,讨战,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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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声大炮,率顶人马就杀出来。 探马飞抱进了袁绕的大营,爆,爆流上来。 袁绕撇着嘴,在那坐着喝,稳定极了。 骑兵主公曹操讨战。 再探,得令,把探报打发走了。 这时他的谋士许优过来。 民工,今日与曹操开战,我有一计,您必须如此这般。 嗯,许先生妙计,照计而行,遵命。 许优就退出去,袁绕啊,不忙着出兵营敌。 曹操在外边纳闷了,怎么回事啊,讨战这么半天,这援军的大营里头怎么一点动静没有啊? 正在这时啊,只见尤打袁绕的营中,这人哪出来了,是一排排一行行,一列列一队队。 前辈啊,都是大刀手,有金背刀,砍山刀,鬼头刀,雁灵刀,后边是红银枪,点钢枪,勾连枪,亮银枪,跟着就是盘龙棍,水火棍,黑虎棍,冰撇棍,狼牙棒,开山棒,烟火棒,青铜棒,青风剑,秋水剑, 韩光剑,龙泉剑,五个队形,往直一摆,摆了一个五方大阵。 最是曹操奇怪的是,在援军这五方阵的后边,是一队挨着一队的门棋,不知道门棋后边是什么,又等了一会儿,就听这援军大营中是三声炮响,跟着勒了三痛鼓, 鼓炮声响过去之后,游打大营之中,排出鸾架来了,齐罗散盖,金挂岳府,指掌全横,当中一把黄罗散,黄罗散家一匹逍遥马,这匹马是金安玉邓黄荣司家, 马上端坐的是袁绍原本出,金盔金甲,锦袍玉带,手里倒提着金背斩剑刀。 好威风,在黄罗散的后边单有一杆大棋,这杆棋上横梳几个大字是凤赵逃贼。 哎呀,曹操心里头暗打了一个冷战,他看今天这原本出比当年十八路诸狐发董卓时候的那位袁盟主,这气派可大多了,就冲这副鸾架。 这位是想当皇上,早就想当了,早想当是因为袁绍首线的人都反对他,这是一,时机不够成熟,第二,袁绍为什么这么急着忙着要把曹操灭了,灭了之后,他好面南北北,登基坐殿。 今日一见曹操,袁绍这气不大一处来,他要到镇前,指问指问曹蒙德,率领四元大将,袁绍催马到了镇前,他带着张和高兰,韩蒙春鱼熊,自己把江绳这么一提,横刀在手,叫曹操镇前大王。 哎呀,袁绍这派头,那嘴呀,撇着,那眼睛似睁不睁,那么威合着,真是威风不可一世,看来今日不战则矣,一战地杀的曹军是片甲男子鬼呀。 曹操在门棋后端下了半天,看着看着,哈哈,曹操乐了。 他想起郭家说的那句话来,袁绍是反礼多疑呀,你瞧他这种折腾,这么半天才从大营里出来,到镇前,要跟我过话。 你带着四元将,我也不能多带,也不能少带。 曹操用鞭子这么一指,让徐楚张柳离点跃尽,随自己到镇前会员上。 他催马来到了袁绍的跟前,曹梦德头戴金棍,身穿红袍,怀抱令旗。 呃,勒住了马,嘿嘿,奔出将军,别来无恙,一向可好吧。 嘿嘿,我曾经在天子面前保举你,官拜大将军,位籍人臣,统领四周,既清幽病。 曹梦德没有亏待你之处,今日将军为何谋反,统兵来扰官路,是何离也? 袁绍子们一听,把头微微晃了晃,那嘴又撇了撇,右手一脸,胡须上下打量打量曹操。 曹操一看,学没什么呢?我有什么出奇和眨眼的地方是怎么的? 呵呵呵呵呵,袁绍冷笑一声,阿满听了,嘿,曹操这气,怎么,那阿满是曹操的小名,哪有当着他手下的大将这么喊的呀? 这袁绍也有点太狂妄,你名为汉相,实为汉贼,母反的并非是你家原本初,而是你曹梦德,邪天子令诸侯横行霸道。 今日,老夫是奉一代诸,秦来讨则,则就是贼呀。 一代诸的事你没忘吧,汉县帝写过学诸,给了国舅董成了。 我虽然没在那诸书上欠名,但是有我一份,因为原家是四氏三宫,为国出力,报效天子,理所当然。 今日总官天下能讨曹贼者,舍我去谁? 孟德魂不下马瘦手,等待何时? 曹贼一听,逗! 原本初,你特意的猖狂了。 今日让你知道知道你家曹丞相的厉害,我乃奉天子诸书前来评判。 你不是反叛吗?我要逮你,说的这个曹丞已回身八百马将绳一带用鞭子一指告诉张辽,将袁绍逆贼于我拿了。 张辽刚往前这么一催马,袁绍手下的大将张和就过来,这时候袁绍和曹丞各回自己的阵中, 只见张和与张辽两员大将在镇上这一杀之战了四五十个回合,难分胜负。 哎呀,曹子瞅着心里头,有点犯嘀咕,不是说袁绍手底下的大将就是严良文丑吗? 看来河北名将不少啊,这张和也称得起是一位上将军啊。 曹子的心情让他手下大将徐楚看出来,丞相休得急躁,带我习同张辽将军将此则拿了。 说的这会儿,徐楚催马就过来,徐楚的马还没到镇前呢,袁绍手下的高揽就迎过来了,四元大将捉对四杀。 四个大将分两队,这头杀两旁边战鼓打得真天仰,又打了几十个回合,还是难分胜负啊。 哎呀,曹子一想可不能这么打了,我不能跟他拖延时间,他悄悄地告诉夏河敦从左边往上杀。 让曹洪用右边往上杀,可带三千铁骑,冲开袁绍的镇脚。 哇,曹子的人马就过来,嘿嘿,人家袁绍就等这时候呢。 等曹子的人马已经接近了袁绍的镇脚了,袁绍镇脚不乱。 不知道这怎么回事,眼看着呀,那曹操军校的那码头,都快创着袁绍军兵的那塞帮子了。 这差不多了吧,是差不多了,只见袁绍无方站在后边那些扇门棋。 全都开了,这门棋这么一开呀,可了不得了,随着一阵帮我养生,那剑弩就像雨点冰雹一样,哇,万剑齐发。 袁绍啊,善于使弓箭,感情他那门棋后不是埋伏,这弓箭还不算厉害。 袁绍最厉害的就是弩,这弩有什么厉害的呢? 那个弩啊,古代年间,一只弩啊,比现在那电线杆子矮点有限,有的那弩比那电线杆子还粗呢,一个车上就能割一只弩,单有崩凰,四人在后这么一踩,嘎啪一下,蹭一下子,那弩就飞出去了。 这一线啊,射成啊,要够不上一滑里也差不多,当时是没有大炮啊,他算最先进了。 这种弩攻城最厉害,咔的一下,这一下射出去,射在那城墙里边一半外边一半,那些军校就可以攀着这根弩就上去了。 曹军哪儿受得住这个呀,就像阁庄家似的,那曹家军校一片一片的被剑弩给射伤在地。 袁绍大喊一声杀,一切的人马掩杀过来,被曹军杀的打败。 曹操令得残兵败将一切的败回关渡,免战高悬,不敢出来了。 袁绍一兵到关渡前下带,他被人马带过来,他手下谋逝审配,给他献了一计,说民工您可以拨出十万精兵来,在曹操的关渡四周啊,东西南北筑起四座土山。 这山呢,最好累得比他那城墙高,那是干嘛呀,然后咱把弓箭手、飞弩手全都搬到山上去,居高临下,从那山上往城里边射箭,白天也射,黑夜也射,射得曹操,在这难以立脚,咱是官渡可得呀,然后兵尽许多,操贼必灭。 嗯,秒计,袁绍立刻拨人筑山,曹操在关渡内听说干什么,援军都在外边抬土呢,他们要干嘛呀,还没等明白过万来呢,人家那四座土山就筑成了,随后啊,调来两万人,五千人占一个山头,分四面, 连弓箭带飞弩啊,一起朝这关渡里边射,哎哟,这些的曹军可受了罪了,白天都不敢出来,整天得藏着,这人整天藏着也不行啊, 第一说不见阳光受不了,第二说你怎么也得出去活动活动,你得打点水喝不,你只要一露面,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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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 怎么办呢 就把那碧剑的铜牌啊 绑在身上 再不然就把他顶在脑袋上 你说这形象能好看得了吗 你再看那山头上的 袁绍那些个飞奴手 弓箭手 乐得前仰后合呀 他们一边打着鼓 一边喊叫着 还有的呀 下棋 干嘛呀 这就是封刺的意思呗 不单是射伤了曹军 不单对曹军造成这么大的威胁 而且还耍笑曹军 这曹操哪受得了啊 他当即找来谋事商议对策 不商量不行了 这么多的人马都窝到关肚里边 杀杀不出去 白天连门都出不了 一个个人心惶惶 军心就要乱了 军心一乱官渡就要丢啊 官渡丢了 许昌就等于没了 这曹操能不着急吗 他怎么一商量 这些谋士交尽脑汁 大家想主意 想办法出良策 说木下终点研究俩多钟头 谁也没研究出什么玩意儿来 没办法 他这玩意儿太讨厌了 因为袁绍磊的这土山比那城墙高过一大块 他弄那么多的弓箭手 飞弩手在上边 居高临下 不有那么句俗话 上打下不费辣呀 你说他弩扑扑的往下 一射你用什么样的挡箭牌能把他挡住 可大家的心情和丞相一样交集 知道官渡这重要性 官渡一出差池 一有危险 那就全完了 大家几乎为了这个事是日以继夜 大研究了七八天 忽然这天早晨呢 刘烨来了 他进门一看曹操正在屋里头 这来回走柳呢 哦 曹操在屋里备手散步呢 哪有心散步 他着急 坐不稳 睡不安 他一看刘烨来了 刘先生 你有什么事找我吗 因为刘烨也是曹丞相手下最得力的谋士 刘烨一听问他 他笑了笑 没说什么 找了一把椅子坐那 稳稳当当 倒了一杯茶喝 曹操就知道这里边有文章 曹操陪着他坐那 不慌不忙 撵着胡须瞅着刘烨 心说你准有事 果然 哼 丞相 我想出一个办法来 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啊 破得了袁绍的 弓箭和飞弩 那不要紧呢 说说看 刘烨 你研究出个什么办法 我给您看一件东西 说着刘烨有打袍袖里头 拿出小玩意儿来 往桌子上一放 曹操一看是一辆小车 嗯 刘先生 这玩意儿干什么用 丞相 我坐了一辆发石车 说着 他有打这兜里的掏出几个黄豆粒来往那车上一放也不怎么一捅那机关 你几个豆粒就飞起来了 曹操放声大笑 哈哈 刘烨先生 这东西可太妙了 我看他足以能胜袁绍之弓箭 来咱们连夜造车 干嘛晚上干呢 白天不得动手啊 你让袁绍的军兵看见那还了得 只好晚上猫着嗨坐 几夜的工夫坐了几百辆发石车 把石头往上这么一桩大块小块云六块 然后分四面往外咱们一推 对准了袁绍军的那个山头 就发开了石头了 啪啪叮咚啪 好家伙像打雷一样 袁绍这些弓箭手也没经过这玩意儿 这是什么呀 只见曹操的军校推出好些辆车来 车上装的都是大石头 也不怎么一下子 车上的石头就往起飞 飞在那土山上把援军给砸的呀 头破血流 鼻青脸肿 这是好的 有多少人脑僵蹦裂死伤无数 一切子 这飞石车就把援军的弓箭飞弩给破了 这些弓箭手是狼狈不堪的跑回了大营 八号 其兵主攻 大势不好 袁绍一看 怎么都这么样了 何事惊慌 曹军推出好些车辆车上装的都是石头 那石头就往土山上飞 把我们尤打土山上都给打下来了 在飞石的同时啊 那车上面是滚滚雷声 像打霹雳一样 不知道是什么车 袁绍一听 也吃惊飞小啊 曹操从哪能这么些辆霹雳车呀 从此曹梦德的霹雳车就出了名了 看来再想站在土山上往关渡里边射箭是不好使了 怎么办呢 沈沛给袁绍出了个主意 当初您怎么在意经胜的公孙赞呢 今日您明功不行可以暗取吗 如此这般我看是可胜 仇贼 请大家订阅一下